没等马洪俊答应 宁荣荣的声音已经从房间中传了出来 三哥 有什么话你现在就说吧 我修炼结束了 门开 宁荣荣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以往极为活泼好动的他 现在也多了几分沉稳 笑脸上甚至有几分沧桑 目光柔和的看了一眼唐三怀中的小五 宁荣荣尽量不让自己流露出悲伤的情绪 感染唐三 唐三道 荣荣 现在你们气饱刘律宗的情况如何 宁荣荣叹息一声道 还能怎么样 刚来到千豆城的时候 战士在学院中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在雪月大地的邀请下 爸爸带着族人们搬到皇宫去了 雪月大地为了我们 专门在皇宫中开辟出一块地方 唐三道 我想见宁叔叔一面 但不是在天豆帝国皇宫 那里人多嘴杂 我有事情想和宁叔叔商量 荣荣 你能否请宁叔叔到这里来一趟 从身份上来看 应该是唐三上门拜见 但宁荣荣从唐三凝重的表情中却看得出 自己这位三哥找父亲 必定是有重要事情商谈 当下毫不犹豫地点头道 好 我这就去找父亲 就今晚吧 你看行吗 唐三微笑道 没问题 那就麻烦你了 不过 除了宁叔叔之外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我已经回来了 尤其是天豆帝国皇室的那些人 你把我的原话告诉宁叔叔 他会明白我的苦衷的 宁荣荣 展颜一笑 麻烦什么 我们还需要说这种话吗 放心吧 爸爸一定会很想见到你 都五年没见了 我要是不说的话 他一定认不出你 一旁的马红俊忍不住笑道 你这话太暧昧了 要是让别人听到 还以为你们关系特殊呢 宁荣荣瞪了他一眼道 死胖子 瞪着小五别乱说 我走了 唐三道 一起走吧 我也要出去一趟 他要组建唐门 绝不是一时兴起的想法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一个宗门总不能救他和马红俊两个人 出了史莱克学院 宁荣荣面带微笑地向唐三告辞 朝皇宫的方向而去 正在唐三准备前往自己的目的地时 突然 他的精神力轻微地波动了一下 一种被窥视的感觉令他警惕大增 尽管没有使用蓝银领域 但随着精神力提升 就算唐三不刻意控制 身体周围也会有一层精神力磁场的存在 这个范围不大 但如果有明显针对他的精神波动 他就能立刻察觉 这里是史莱克学院门口 唐三自然不怕什么 目光凝固 一股森冷的杀气 骤人从身上蔓延开来 朝震着窥视自己的方向刺去 拐角处 一个全身灰衣的身影走了出来 此人身上流露着一股捉摸不定的气息 在没有使用杀身领域的情况下 唐三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然也无法锁定对方 这个人的气息 给他的感觉与鬼斗罗有点像 虽然远没有鬼斗罗那么强大 但他身上的能量波动 却令唐三心中凛然 眼底杀气 顿时大胜 鬼斗罗和橘斗罗 带领五魂殿高手猎杀小五 他们都是唐三心中必杀的仇敌之一 此时出现一个与鬼斗罗气息 有些相像的人窥视自己 顿时 点燃了唐三胸中的复仇火焰 灰衣人不只是穿着灰衣 头上还戴着一顶斗笠 斗笠垂垂下齿长灰纱 遮住了自己的面容 你是谁 唐三冷冷地问道 一股同样凛冽的杀气 此时也从对方身上蔓延而出 冰冷 血腥 虽然不像唐三的杀神领域那么浓郁 但仅仅从对方身上的杀气 唐三也能判断出 眼前这个人 绝不是普通的徐苑派魂师 是真正经过鲜血洗礼的 而且对方对自己明显充满了敌意 武魂殿派来的人 这是唐三的第一个想法 抬脚向前一步步朝对方走去 每一步买出 他身上散发出的压迫力就强胜几分 他还不想轻易用出自己的武魂 毕竟那红色的十万年魂环实在太热眼了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危机落在小五身上 唐三将小五放入自己的如意百宝囊之中 身上杀气再次提升 一旦确认对手是武魂殿的身份 他是绝不会手下留情的 灰衣人双手突然背在身后 一阵轻微的吭腔声从他背后响起 听到这个声音 唐三不禁愣了一下 因为这个声音他十分熟悉 心神微动停下脚步 注视着对方再次问道 你是什么人 灰衣人在唐三释放的压迫力面前 丝毫没有退缩 身上也没有产生明显的情绪波动 这就证明他的魂力等级 并不比唐三低多少 只见他一只手向自己面纱内探去 唐三通过死机魔童 勉强看到对方掌中 似乎有什么银色的东西闪过 你又是什么人 为什么和宁荣荣在一起 有些沙哑的声音从面纱下传来 听到这个声音 唐三顿时感到几分熟悉 胸中杀气降低了几分 我和荣荣是什么关系 关你什么事 荣荣叫得好亲热呀 灰衣人的气息骤然变得暴力起来 背后的那只手猛然甩出 在一阵铿腔声中 一连串的虚影直奔 唐三腿部射来 早在之前那细微铿腔声出现的时候 唐三就已经有所准备 左手轻挥 食欲到细微的光影 从指尖电射而出 一阵刺耳的碰撞声 带着一连串火花在空中爆响 唐三发出的十六门飞针 虽然没能将对手的攻击磕飞 但也足以令他们改变方向 四散飞射 论暗器使用 在整个斗罗大陆上 恐怕也没人能和他相比了 与此同时 蓝光涌动 唐三终于忍不住出手了 蓝银黄勃然而出 无数带着红金两色光芒的蓝银黄 从他体内释放而出 飞快地朝着对手游去 以唐三的实力和战斗方式 本来是绝不会用这种方法攻击对手的 但对手对他的攻击却令他改变了想法 身上的杀气也已消失了许多 史莱克学院所在地并不是什么繁华的地段 此时又是上午 道路上没什么人 只有史莱克学院负责站岗的学员 看到了眼前的一幕 两黄一紫 两黑一红 六个魂环平静地出现在唐三身上 尤其是最后那个充满腰异血红色的光环 几乎令人为之窒息 六个魂环一出现 唐三身上产生的压迫力顿时 截然不同 那灰一人的气息明显一致 两黄 两紫 两黑 同样是六个魂环浮现在身上 一团荧光从他头部爆发出来 摇身一晃 竟然幻化出一道一模一样的身影 分身 唐三心中一惊 从他身上释放出的蓝银黄 顿时向周围散开 一层蓝色光韵从他身上释放出来 蓝银领域已经施展 在蓝银领域的作用下 所有蓝银黄前端 都从地面直立而起 宛如一片蓝银黄森林般飞快的 将那灰一人笼罩在范围之内 你的诸葛神怒从何而来 你怎么会有二十四桥明月夜 两人几乎同时开口 只不过唐三的声音中充满了诧异 而对方的声音则是杀气更胜 铁了一眼对方的双手 那是两只已经极为膨胀的大手 强横的力量波动从其中散发开来 唐三不仅有些挠头了 诸葛神怒 他只是给过史莱克奇怪和七宝流利松的人 从对方身上的力量波动来看 并不像他猜测中的那个人 难道是七宝流利松的人 那也没必要因为宁荣荣和自己在一起产生那么大的敌意呀 唐三手腕一翻 他自己的诸葛神怒已经落入掌握之中 不论是暗十四桥明月夜还是诸葛神怒 这本来都是属于我的东西 我为什么不能有 灰人的情绪明显变得激动起来 你放屁 那是属于小三的 唐三眼中光芒一闪 吃惊的道 奥斯卡 真的是你 听唐三叫出自己的名字 奥斯卡明显愣住了 声音有些怪异的道 你 你认识我 唐三飞快的收回自己的五魂怒道 废话 你拿着我送的诸葛神怒哄我 还会说二十四桥明月夜是我的 弄得这样神秘兮兮的 还能是谁 你的家伙 真的活着回来了 奥斯卡也愣住了 眼前这青年 不论长相还是气质 和以前的唐三没有丝毫相像 可他此时眼中流露出的激动 却绝非作假 在鸡北苦寒之地 历练了五年归来 他比以前成熟的多了 此时还是没敢轻易相信唐三 快速地后退两步 沉声道 你先别过来 唐三停下脚步 没好气的道 笑傲 你还不相信我吗 走 跟我去见老师 有老师的证明 你总会相信了吧 你既然回来了 干嘛这样鬼鬼祟祟的 你知道 容容有多想你吗 我 奥斯卡有些迟疑了 你 你真的是唐三 唐三有些无语地盯视着他 走 我们找个地方说话去 我解释给你听 说完 就要向学院内走去 等一下 我不能去学院 我们在外面找个地方聊 奥斯卡急忙阻止了唐三 一边说着 他收回了自己的分身 双手也恢复了正常 就算他不能肯定 眼前这个青年就是唐三 从唐三从史莱克学院出来 还有刚才那激动的样子 也令他心中敌意 逐渐淡化 当然 防备是并不会放松的 唐三愣了一下 但却没有多问 那走吧 当前带路 唐三带着奥斯卡来到距离学院最近的一家茶楼 走了进去 他本来是有事要办的 但那事情与奥斯卡的回归相比 重要性却差了许多 不论是声音还是种种迹象 都表明了 这个灰衣人就是奥斯卡 但唐三却隐约感觉到 现在的奥斯卡有些不对 具体是哪里出了问题 他也说不清楚 两人要了个包间坐定 唐三向奥斯卡道 摘了你的斗笠 你一个大男人 难道还害羞不成 他也要先确定 眼前这人就是奥斯卡 否则自己的经历 怎能随便说出来 奥斯卡对唐三有戒心 唐三也同样对他有戒心 从唐三并没有将小五取出来 就能看出 先给我看看你的好天锤 黑猴 你要说出 曾经送过什么东西给我吃 奥斯卡沉声说道 唐三毫不犹豫地抬起左手 浩天锤悄然出现在他掌握之中 在他的刻意控制下 并没有散发出原本的霸道气息 同时口中向奥斯卡道 当初我给你吃过的六瓣鲜蓝 现在应该吸出的差不多了吧 其实像我们这个年纪 就能达到六环的 又能有几个 小傲 你知道吗 大家都很想你 荣荣这些年因为你 受了不少苦 小三 真的是你 六瓣鲜蓝这四个字 从唐三口中说出的时候 奥斯卡已经信了 这个秘密 是只有他们史莱克奇怪 以及大师才知道的 抬起右手 奥斯卡摘下了自己头上的斗笠 呈现在唐三面前的奥斯卡 满脸的落腮胡子 几乎遮盖了他的相貌 头发也是乱蓬蓬的 唯一能够看得清楚的五官 可能就要数他的双略带沧桑的桃花眼了 在他的左眼角下 一道疤痕从眼角一直延伸到下颌胡须之中 两人四目相对 激动 兴奋的情绪 溢于眼表 几乎同时站起身 给了对方一个有力的熊抱 唐三抬手在奥斯卡胸前 捶了一下 你这家伙 竟然回来了 为什么不到学院里去 七宝刘律松发生的事 你应该知道了吧 你刚才对我那么强的敌意 是因为看到我和荣荣一起走出来 吃醋了 奥斯卡并没有掩饰 默默地点了点头 抬手指了指自己脸上的伤疤 我这个样子 还怎么去见荣荣 能够在暗中看他几眼 我就已经满足了 就因为这道伤疤 你就不敢去见荣荣 唐三的语调提高了几分 奥斯卡没有回答 重新坐回自己的位置 奥斯卡 你这个混蛋 你当荣荣是什么人了 你知道他有多么思念你吗 你以为荣荣就会因为你破了像 就不喜欢你了 一把抓住奥斯卡的领子 唐三强行将他提了起来 奥斯卡有些不敢正视唐三的目光 黯然道 小三 你不明白的 荣荣比五年前更美了 我本就配不上他 现在变成这样 你让我怎么去找他 缓缓松开抓住 奥斯卡衣领的手 把他放回座位 唐三 静静地走回自己的位置 坐了下来 他明白 奥斯卡的宁荣荣 一直都是有些自卑的 奥斯卡出身普通 宁荣荣 却是七宝六立松的地传继承人 两人身份可以说是天差地远 而且奥斯卡还是一名食物系浑尸 难免会产生自卑感 否则 当初奥斯卡也不会选择离开 独自外出历练了 唐三的突然平静 令奥斯卡有些不适应 看着他坐在自己面前 奥斯卡想说什么 但还是没有开口 几天前他就已经回来了 首先就去了七宝流立松 结果那里却是人去楼空 一打听才知道 七宝流立松出了大事 当时奥斯卡心中大吉 唯恐宁荣荣遭受浩劫 多方打听 才追来了天窦城 在史莱克学院附近 听说宁荣荣没事 就一直在学院门口 等他出现 今天终于让他等到了 当他再见到宁荣荣的时候 心仿佛都要从嗓子里跳出来 可是很快 他那兴奋的心情 就变得痛苦起来 眼看着宁荣荣 和一名极为英俊的青年 走出学院 再想想自己脸上的伤疤 他心痛如脚 自然对唐三产生出强烈的敌意 此时知道误会了 可他却依旧没有去见宁荣荣的勇气 五年不见 唐三变得英俊了 可自己却破相了 这让本就自卑的他如何面对心爱的女人 坐回自己的位置 唐三将小五从如意百宝囊中抱了出来 一离开如意百宝囊 那有着血白精英毛发的小兔子 立刻在唐三手上蹭了蹭 轻轻地摸了摸小五长长的耳朵 唐三抱他在自己怀中 淡淡地道 你至少还能在远处默默地看着你的爱人 但是 我的小五 却已经连人形都没有了 你可能因为自卑而伤感 但是 我就算再悲伤 现在也无法再见我的小五 唐三的目光很平静 但从他的话语中 奥斯卡却能清晰地感觉到 那深深的悲意 小三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奥斯卡看着唐三怀中的白兔 悚然动容 唐三抬起头 注视着他那双桃花眼 我是要告诉你 他就是小五 我的小五 奥斯卡呆住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苦涩 变得英俊了 又有什么用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我宁可变得奇手无比 也不希望小五受到任何伤害 可现在 哪怕是我愿意付出一切 他也不可能活过来 那天 我和小五被父亲救助后 奥斯卡默默地听着唐三讲述着这几年的经历 唐三说起了残废的父亲 已死的母亲 还有为了救自己而献祭的小五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他平静的叙述中深深地触动着奥斯卡的心 奥斯卡本以为自己这几年已经够苦了 可与眼前的唐三相比 他突然觉得自己受的苦都不算什么 正像唐三所说的那样 不管怎么说 宁容容现在至少还活生生的能够看到 可小五却已经只能化为一只没有意识的兔子 现在你知道 我的十万年魂魂是从何而来了吧 如果有的选择 我只想要我的小五 说这些 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道理 镇心眼前人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失去了 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奥斯卡的桃花眼 早已红了 小三 对不起 未想到 你和小五竟然 唐三挥挥手 打断了奥斯卡的话 不要和我说对不起 你应该和容容说 是的 或许你以前没有保护他的能力 可是他却更希望你能在他的身边 现在是容容最脆弱的时候 你既然已经回来了 如果还不去守护着他 那么你真的就有可能会永远失去他 你明白吗 我懂了 小三 是我错了 走 我现在就跟你回去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 无论以后怎样 不论宁宗主 是否肯让我和容容在一起 我都不会再离开他 哪怕只是守护在他身边 我也心满意足 说着奥斯卡猛地站起身 他那双桃花眼中的光芒已经不再涣散 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轻轻地抚摸着小五的毛发 心中暗道 小五 你看到了吗 容容和笑傲终于能在一起了 你和我一样 替他们高兴吧 我们以后也一定会在一起的 不论付出多大代价 我保证 没想通之前 奥斯卡的心一直被痛苦折磨着 此时想通了 他却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容容 一把抓起桌上的斗笠 就向外走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